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强攻辽西的锦州 只要拿下锦州关上东北的大门 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就别想跑出一个人 全部给他包了饺子 也就是说东北的彻底解放再死一战了 是啊 我们要调动二十万大军到辽西 就得迷惑敌人 就得用上三十六计里的一计 瞒天过海 瞒天过海 对 也就是说让他们视而不见 可是沈阳方面有那么多的战略专家 他们会视而不见吗 真正的视而不见 就是要遮住太阳照住月亮 虽然我们没有通天彻地的大本事 但是我们还有一手 这就是一夜障目 扫荡周边围困沈阳 巫叔 有了海东清的情报 您就可以向魏长官汇报了 可以建议魏长官收缩兵力 形成拳头 做好决战沈阳的准备 对 不对 沈阳明明具有重兵 可以说是固若尽堂 林彪疯了 非要去用鸡蛋碰石头 是不是贡君 在北满战场上打了几个胜仗 他们什么都敢想 贡君会有如此规模的调动 肯定是有更大的图谋啊 心里实在是不安 干爹 后天晚八点 又是海东清来报日 我想应该会有新的情报的 这一年多以来 海东清有很多的电报 实在令人难以研读 奇怪了 但有些毕竟是有价值的呀 吴叔 我有个建议 说 吴叔应该下决心 恢复对海东清的指令 双向法王 这样对他的安全 现在已经是最关键的时刻了 过不了许多了 贡君在北宁线上的行动 已经过去二十小时 魏长官那边 已经非常不高兴了 刘航 是 通知海东清 立刻践行双向通牒 是 大姐 这是武童 发给海东清的电报 用的是资本论的套密码 这个武童终于沉不住气了 双向法报 这对于我们掌握对方的思维判断 有很大的帮助啊 是啊 说说内容 迅速查明共军 在辽西活动的真实意图 干爹 海东清回电了 怎么说 辽西的大批共军 是要经西风口入关 去热河和查哈尔 主要是攻打 傅作义将军的华比国军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的确是有这样的规模呀 可是我总觉得 共军是有另外的意图 武叔 您的意思 共军 表面上 是要紧记热茶 可实际上 是要打锦州啊 您是说 共军的真实意图 其实是在锦州 如果真是这样 共军就是想 关上进出东北的大门 那后果就太可怕了 共军会有这么大的胆量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就要受到 东北国军和冀东国军 两方面的压力 柳航说得对 我认为 海东清的情报 是来自于 共军的指挥机关 应该是最可靠的 其他方面的情报 很有可能是 共军释放的烟幕弹 我们不能听信传言 中了共军的诡计 魏力皇将军也有这样的顾虑 当年盟军要登陆诺曼地 就放烟雾 要阳攻加莱 咱们可不能像当年的希特勒 一样上当受骗呢 如果说共军本来是要进华北 东北压力就减轻了很多呀 可咱们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 就去挡道 那不等于饮货水 来淹自己家门吗 立刻给海东青回电报 立刻给海东青回电报 叫他急去核实 这样一来一往 又要耽误一段时间了 宁可慢一点 必须要准确 这么大的事情 万一出了差池的话 不只是要掉脑袋 整个东北都要丢啊 是 大姐 一出来了 辽西大批共军持续西进 夜行小速 沿途封锁 异域合围 速报 令改三天联络一次 为隔日一次 重大情报可随时呼叫 这个武通终于憋不住了 又给海东青发电报了 这样拖他两天 给他回电 对 对 就说 意图代查 一个代查 就等到后天了 到下次回电 还是给他发车咕噜情报 总在南县北县转悠 这样多来几次之后 不用我们说 他自己就知道 哪里已经在挨打了 是 干爹 有心情报 是 锦州的红战五来电话 说他们抓到一个 地下党的交通员 共抽两个人 都潜伏在范司令的前线指挥部 这共产党还专门会调要害部门渗透啊 走 我要直接跟红战五通电话 是 赶紧吃饭吧 饭都凉了 什么呢 你先看看这个吧 保密局锦州站的敌人 采用右部战术 咱们在锦州站的三门通知 全部牺牲 放下 我说 吴叔 是问三号机的事吧 已经修好了 设法都没问题 某局长刚才打电话来 他和国防部 认为国军的情势现在相当严峻 长官部命令国军撤出四平 林彪马上就进去了 长春也被公军围得像个铁桶一样 尽管空军空头再多东西进去 也是背水车型 国军现在就守了几座孤城 东北 已经被共军占领了 四分之三的土地了 即使是几座孤城 那有几十万大军 总会有一拼吧 我就要到锦州去了 吴叔要去锦州 毛局长和国防部 对于共军的动向相当忧虑 所以他们决定指派我 到锦州去当前职部副参谋长 领中将弦 好好地去整顿一下锦州的情报 如果共军要是对锦州真有所图谋的话 我们一定要发挥我们所有的力量 去帮助范汉杰守住锦州 必须要保住 这条关内和关外唯一的通道 一名国军群军覆没呀 大战在即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锦州成了瞎子笼子 我立即派人过去 尽快恢复那里的情报工作 你马上电告魏许光 让他带上电台和他的小组所有人员 立即潜入锦州 再电告陈翔 让他想办法以公开的身份进入锦州 以协助魏许光小组 是 这是解放东北很重要的一仗啊 无论再大的困难 我们一定要完成 好 准备出发吧 是 大家抓紧时间 准备出发了 我要跟您一起去 我行 你们留在沈阳 那儿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生死门了 任何人一脚踩进去 都有可能出不来的 我要你们留在沈阳 密切关注局势 可是我想 什么都别想了 一旦沈阳也不保 我要你带着柳航坐飞机到南京去 路我都已经铺好了 到时候 会有人把你们上飞机的通行证 交给你们的 爸 我想和您在一起 不管是进是退 我也是 你们两个傻孩子 你们两个傻孩子 我老了 我能战死杀场 已经是我最好的归宿 你们年轻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不想撕掉你们任何一个 我不想撕掉你们任何一个 就这样了 那 properly 你们自己扣掉了 都是平红网 我都不乱掉了 你们呢 你们做什么不乱了 你们做什么 那么就愿意 你们做什么 你打算 你们看 你们做什么 你们做什么 你干什么呀 去锦州 去锦州 锦州现在可是火药桶 发汗街本来就是个南卡的硬红桃 现在锦州城被他弄得固若金汤 明雕 安保 立体攻势 地下掩体无器不油 搞得是叙叙是真真净净 我们必须拿下锦州城 为了确保在工程时 对不必对我军和老百姓 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我们一定在他之前 拿到最新和最准确的 城防工事图 我跟你们一起去 不行 你不能去 我不去 你们怎么能拿到城防工事图 先前的同志们都牺牲了 我们这回进去 老虎咬刺猬 都不知从哪儿下过来 所以说我要去 你不说那是火药桶吗 太危险了 那你不能去 怎么 你不相信我 哥 你这是要上哪儿啊 马上飞锦州 干什么去 保护武术 谁批准的 我昨天向代理区长报价了 他批准了 他批准了 我也去 不许去 我要跟着你 谁也拦不住我 我必须去 你过来 我其实是 根据情报 国军放弃四平后 共军一二号首脑 及各纵推首脑 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 会上决定 西晋支援济东的任务不变 到底是支援济东还是锦州 我也有这样的猜疑 据说他们的会议总结 围点打员和四块一万的作战经验 其余的我的人没有搜集到 我要是共军的首脑的话 就不会放弃 现在在东北的大好局势 开始做全面的反攻 打歼灭战的准备 你们都想想 锦州一旦失守的话 国军在东北几十万的人 统统都被锁在那儿 像带宰的羔羊一样 这太可怕了 立刻拟报卫长官还有局本部 请他们拟定作战计划 免得遭受灭顶之灾 是 谁 我 周车 快进来 老周 快 怎么样 都安都好了吧 我在南满旅社弄了一个房间 明天去找武童 老周 外面情况怎么样 不怎么样 武童到了锦州后 立即组建离职别动队 并往各军事团指派了许多房地特派专员 他这是不想让我们的人打击去啊 对了 龙部长刚刚来电 叶寺首长已经决定 攻打锦州的时间就定在十月十二日 只有一个多星期了 时间对我们来说太紧迫了 那我直接找武童 先查清楚这份图藏在什么地方 然后找机会下手 你先别急 陈翔和他的执法队昨天就到了 他一会儿也过来 我们先商量出一个具体的办法 好 老兄 真的是你啊 晓琳 区长让我接你进去 他磕得还厉害吗 磕得比以前更厉害了 走吧 去吧 副参谋长 唐忠夏来了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我不是说过了 锦州危险叫你不要来 你怎么又来了 我不是说过了 正是因为这样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放协不下您 我才放协不下您 共军功成在即 说不定就在这几天了 说不定就在这几天了 无论您在什么地方 我必须跟您在一起 总之你不该来 总之你不该来 你是怎么来的 向带局长请示 他同意了 这几天了 柳航呢 他想来 我采取措施 阻止了他 他是不该来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锦州现在是个火药桶 随时都要爆炸呀 我知道 五叔 您常教导我 要为国尽忠 可是你想想 如果一件事情 注定无法挽回 我们是不是可以绕开它 权宜行事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是网狂澜于祭导 这就是军人 明白了 报告 进来 部长官 范四令请您马上过去开会 知道了 是 你住哪儿 南蛮旅舍 你先回去 我晚上来找你 你也累了 先回去休息吧 大舅 请吧 老林 你给我看着点 他都跟些什么人联络 是 谁 我 老舅 好 怎么样 武通回司令部了吗 回了 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他从来不会把公文包带出去 也就是说 为了安全起见 这份城防宫仕途 不会离开会议室 大舅 我 有什么话你就说 我又不是小孩 龙部长刚刚来电 情况突然有变 我卫生部队基本已经到位 而敌人已经从葫芦岛方向 派出了大批员兵 刘耀香也带着五个军 十多万人从沈阳方面砍了过来 对我公锦部队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 那野四首长有什么指示 这锦州还打不打 打 打锦州是毛主席做出的决定 这关系到战略全局 不能改变的 可现在敌我态势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所以 野四首长决定 在东西两县 塔山和黑五山方向 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 同时提前攻城 提前 提前到什么时候 十月八日 后天 可我们连敌人的战事情况 根本没摸清 现在工程只能给工程部队 造成重大伤亡 命令一下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必须拿下锦州城 老舅 那龙部长还有什么部署吗 龙部长说 野四首长为了工程 这次准备了九百门个性火爆 这在解放军作战中 是从未有过的强大火力 为了确保安全 龙部长命令 小组所有成员 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 从九号地区 创业战场撤队 由部队接应 你们两个想办法赶紧回沈阳 继续潜伏 这还没干什么呢 就又灰溜溜地走了 我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灰溜溜 这次 我们一定要破釜陈昭 唐爷 你真的想跟武统摊牌吗 他是你的亲生父亲 如果刀墙相见 你做最坏的打算了吗 来 多喝点 是 谢谢五叔 一是撩表欢迎之意 二是撩表践行之意 践行 你搭明天一早的飞机回沈阳去 我来是要跟五叔一起 我要保护你的 你别降了 这儿现在不保险 你的安全我有责任 你留在这里想过自己的退路吗 如果一座城市注定要陷落 留下来有什么意义呢 要是在沈阳 我就可以给你熬雪梨羹 是 是啊 雪梨羹 多甜的雪梨羹 先回去熬山一锅 我会回来喝的 我不想马上离开 现在魏长官和伟座都知道 共军这次要打下锦州 要把几十万国军关在东北 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恶仗 我一定要留下来陪伴五叔 你认为共产党能打下锦州吗 不可能 锦州的防御攻势 要比陈密人在四平盖的 还要兼顾十倍 他打不下来 万一不是这样的呢 你为什么老认为共产党 会打赢这场战争呢 这最新战报 华北和中原战场的情况 不比东北好到哪里去 这最新战报 沈阳总部 好些同僚都私下议论 这场仗打不了多久 那是短视 拿着这个 您的上飞机去 我不会沈阳 我要跟您在一起 您的心意 您的心意我理解 可是你的想法却不合时宜 我必须要纠正你们一些想法 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用我的眼睛去看待问题 旁观 你怎么会是旁观者呢 我是个意气用事的人 永远只能当旁观者 我知道你是个意气用事的人 就偏偏这件事 你不能意气用事 可是你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你有父亲 你还有妹妹 那我更不应该离开我的父亲了 你必须回去 我不回去 邓家 下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舅 没有特别通行证 无论任何一级长官交代的 统统不准放行 老舅 进来 副资本长 唐叶来了 你来干什么 从现在开始 没有特别通行证 任何人不准进出这栋楼 你以后叫我来 我也不会来了 我是来取机票和通行证的 想通了 李宗盛 立文来了 我不能让他留在锦州送死 他在呢 在外面等着 小立文怎么突然来 讨婚 你还爱他吗 我从来就没有受过不爱 我从来就没有受过不爱 那刘航呢 那刘航呢 好 小三 不提了吧 你能回沈阳 我已经够高兴了 去把立委员叫上来 我见你了 来不及了 把通行证给我吧 行吧 武藤 武副三门长 卑职陈祥有钥匙禀报 说吧 我们刚刚抓到了一个奸细 从他手中缴获了一张 城邦公式图 他交代 这图是咱们内部的人 传出去的 阿白教员 这次潜入锦州的共产党 并非魏虚光一个小组 而是五六组人马 此时我还未向沈阳承报 想先向您核实一下 这图的真伪 待会儿我就把图给您送过去 小靠和立委 hole 它就串了 请来邦aron 宫 iv Academy 女 尤 干什么你 干什么你 你真以为你能带着这个包走出这栋楼 别动 如果叫人进来 我会告诉他们 你和我之间的特殊关系 我会跟他们说 是你把我安插在保密局和东北区的机关里 是你让我来锦州 是你 让我把城防公事图 交给共产党 你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 我之所以喜欢你 是因为你是个讲义气 远远不会出卖朋友的人 如果我的朋友 对不起天下 那我帮他 就是与天下为敌 我不愿为了一个人 而去背叛天下人 谁一个人是你父亲 不 我输 不错 我上了哪儿 我上了哪儿 我 有了 你给我 爹 爹 去哪 快 送医院 快 快 送医院 过去 车车走 快 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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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包给我 对不起 父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国军的地盘越打越少 为什么共军的地盘越打越多 对我越来越壮大 这到底怎么了 难道不是因为老百姓支持共军 抵制国军吗 难道不是因为像宋颖良这样的败力太多了 让党国见识民心吗 你要造反 如果我们没有未来 我们能不能不把自己绑在一个 即将消亡的政府上 必须要保住 这条官内和官外唯一的通道 以免国军全军覆没 门卫 报 我想毁灭自己 毁灭这个世界 我怀疑一切 怀疑所有人 甚至怀疑你 我不想撕掉你们任何一概 行啊你 行啊你 这才是我的天伦之乐呀 你是我父亲 你 尽量 我 脑子 女 凤子 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